救火队长王岐山为何不救中美贸易战之火? 看中国2018年7月21日讯,看中国记者李大山,东晨宇采访报道,中美贸易战开打一个多月,中美关系陷入冰点。 外界关注,被外界称为救火队长的王岐山不但为露面贸易战的谈判桌上,还隐身多时。 红二代罗宇表示,是因为王岐山深知这是一场打不赢的仗,露面只会费力不讨好,落得骂名,于是,不如隐身,先观战备好。 中美贸易战7月6日开打至今一个多月,以党员身份回潮,外号救火队长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,一直被视为将主力负责外事工作,但他反而隐身居多。 在中美贸易战开打前夕的关键时刻,中美双方展开多轮的谈判桌上,都未见其身影,反而由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鹤领军和美方谈判。 就此,红二代罗宇接受看中国专访时说,这说明王岐山很聪明,深知这是一场打不赢的仗,费势费力不讨好,还要落得骂名。 罗宇表示,相信王岐山也知道,若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变,根本没办法不面对贸易战,但政治体制若要改变,必须要习近平授权,但他也不敢提。 罗宇说,所以,他就不露面,就是费力不讨好,只能落得骂名的是他不干,他知道这些事没法办,他知道以牙还牙不行,他知道没牙。 针对同类问题,正论杂志前少总编刘达文接受看中国记者采访时有不同的分析。 刘达文认为,看不出王岐山在中美贸易战方面可以担当什么角色,因为中美贸易战,中美之间的问题,其实刘克更清楚,派王岐山去谈谈也没用。 中美贸易战的关键,是因为美国提的条件太高,超出了中共给刘克的底线,因此他接受不了,实际上他也接受了很多条件。 刘达文说,谈是谈懂了,但美国的要求太高,他没办法决定。 所以,一定要让这件事情爆发,就像中兴事件,让国民明白没有外国因素,这个一定要暴露,如果派王岐山去也是一样,因为美国很清晰,哪些可接受,哪些不能接受,不像中共可以胡来。 所以,我觉得,王岐山也起不了大作用,除非中央有了共识,完全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,就像中兴公司一样,完全接受了美国的方案,才能击死回生。 本月11日及12日,王岐山终于现身,分别会见美国芝加哥市市长伊曼牛尔,Ram Emanuel,一行及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,Tesla,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马斯克,Elon Musk,等人, 有分析指,他可能正为救火贸易战热身,为坐上中美贸易战的谈判席,重新与美高层谈判做准备,意味着他很快会出山救火,在中美贸易战中扮演重要角色。 刘达文认为,可能性不大,因为,刘鹤对中美贸易方面更清楚。 他说,我觉得不大可能,我觉得刘鹤对中美贸易的了解比王更清楚,王做中纪委很长时间,具体细节,肯定刘鹤更清楚。 另外,现在中美贸易战的结果,并不是说刘鹤的能力不行,才导致现在的结果,而是整个形势,整个中美形态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果,所以,改变不了。 对于中美贸易问题,罗宇也强调,中美贸易战不是中共任何一个官员能主宰,而是美国总统川普主宰,王岐山即使出山,也难有大作为,因为,中美贸易战根本不能打,打啊,中共就注定输。 罗宇认为,中美贸易战把中共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,因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不向普世价值靠拢,根本不可能和美国搞好关系。 他说,又想跟美国人握手,又想鼓吹马克思,实际上是官僚资本主义,这怎么可能? 怎么可能一个人有几种思想? 因此,现在中国唯一的出路,就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,遵守国际规则。 在挑战习近平的背后,罗宇,反正是出世了中,罗宇强调,中美贸易战,实际上是针对专制体制的战争,是民主向专制的宣战。 老生常谈,他还是那句话,若习老弟,习近平,能改弦更张,解体中共,带领中国走向民主,法治,中美贸易战反倒成了一件好事。